是开心的场 但是现在 父亲的房间 电灯也在不亮了 我就觉得 哎呀 他都这么爱我 他都懂得叫我说 留在有点样子的时候 多看看这个世界 留点时间陪自己 我怎么不会想 我父亲的岁月更可贵 一个人活了九十来岁 这个 就是夕阳的黄金岁月 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 先陪伴他 是我的当务之急 当然了 这些事情还是 顺着这个老天爷的安排 就发生了 然后 我就觉得 啊 这兄弟子在商量了一下 就觉得说 我怎么搞的 往背后看 爸妈都不在 心里还没什么依靠 往前看 我又是个单身的人 又没有小朋友 没有小孩 等着我去养育他 教育他 所以 不管了 不然呢 谢谢 哎呦 对时间多了好多弟弟妹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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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受 就是我 掌握 夜深人静的就思考 跟兄弟姐妹联络了一下说 他们说 好吧 其实 你掌握的多年也不容易了 这个 他们的看法也不一样 他们说 你也不用宣布退休嘛 你就淡淡淡淡地 尽量慢慢不接警 不接警户了 不接通告 人家就忘记了 可是我思前想后 我觉得 这样子不太好 我们踏入歌台 是一个很巧合的 机会的缘分 这么多的人家听我的歌 不跟人家说声 再见 有一点不太礼貌的感觉 所以我就依然决定说 就想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 当面的道别一下 FERTION再见 今天又要 感谢各位朋友呢 大家 这个 在这个星期假日 把这么保护的时间 来到我们现场 来再次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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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我的生活呢 是很枯燥很单调的 我除了唱歌 看到我的schedule 我的行程表 是我比较 全身充满了这种活力 剩下时间 我想日后也是一样 我喜欢羊羊花 羊羊草 喜欢一些小动物 退休以后 我跟音乐部长 还订了一只母羊 小小的 这种活力 还跟他讲好吗 这个母羊啊 要是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儿的话 又是母羊的话 这个母女我都要买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陪伴着我的话 养你是总不能养一只嘛 他们两个母女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是会开心一点 我就觉得 当预定啊 肚子大起来 不小心生下来是公的还是公的啊 那日后的生活 我就觉得 有一点付出 照顾这些小动物啊 看到这些 不会跟我对话的植物 要是把它养到好 再给它开花 结果 我觉得 虽然没有什么对话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生活里面的一个感觉 像我们艺人呢 其实每个人问到他 我们都很有好感 但是大家 录完了节目握握手 再见 下回见 下回见 或者在飞机上碰到 再见再见 你去哪里啊 我去哪里 结果呢 真的私下去交换什么 手机啊 换什么LINE 这倒很少 所以一人对一人之间 大概还是有一点点 不太好意思 还是说 不太好意思说 近距离的 是啰啰啰的 就是说 真的打开胸怀就不用 所以 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 怎么讲 一人卑鄙 生态也在小小的问题 我日后 如果这么省下 同来了 我想 我喜欢的歌手 我觉得谈他来的 我都会尝试进一步 伸出锋的时候 慢慢多接触接触 今天看到台下 好像有两代 有三代的朋友 来到现场 很多嘛 您家人来 来上门 看到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帮助你一些时间 在你聊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 心理的事情 我觉得有父母在身边 顺便提醒大家 你们要多珍惜 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有安侯的话 安侯多唱这首歌好了 没有问题 我觉得